莫安德的话语 约一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小姐们那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 主名得了赦免 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三年人那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圣了那恶者 小姐们那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父 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三年人那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 常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圣了那恶者 今天是主的牧师的视频 正道约一书讲解第七讲 讲解第七讲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及全国支教会圣徒们 支上殿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英台湾礼拜的 所有圣徒 各位支援观众 接待真光耶稣基督的人 就会获得新生命 但是人出生后不能马上成年 从孩子到青年 再到壮年 经历这样的成长过程 在灵里也同样 一个人领受圣灵 获得新生 直到基督长成的身量 也有成长的过程 因此看今天主题经文 对圣徒们 使用好几种称呼 根据信心的大小 称呼 小子们 少年人 父老 这些不同的成功 按照信心的大小 信心的阶段 分信心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在十二节说 小子们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 你们的罪 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这里指的小子们 以信心的大小来看 是信心的第一阶段 是得救的信心 也就是婴孩的信心 得救的信心 在主的左右边的 两个强盗中 一边的强盗 接待主为救主 得到了救恩 这种情况是 什么也不知道 也没有尽忠的方面 只是以 良善的心 接待主了 成为了神的儿女 这种情况 是信心的第一阶段 约翰福音 一招三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生活在黑暗中 是魔鬼的奴仆的人 接待耶稣基督为救主 就成为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靠耶稣基督的名 罪得赦免 领受圣灵为礼物 正如主题经文中说 因为你们借着 你们的罪 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名 罪才能得到赦免 世人常常谴责基督教 是非他性的宗教 为什么呢 说不是基督教 就没有救赎吗 其他宗教也很多 为什么一定要说 只有基督教有救恩呢 这并不是因为基督教有排他性 这是因为根据灵界的法则 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一个人具备救世主的条件 万君之耶和华创造主 只有一位 除了基督耶稣以外 没有救赎 救主是能拯救 在亚当犯罪后 因罪只能下地狱的人类的人 听过十字架知道的圣徒们 应该都知道 成为救主的这个条件 简单地卡考一下 第一 必须是人 那么大家也具备了 一项成为救主的这个条件了 因为必须是人 人的罪不是生处或天使能戴赎的 只有人才能代替人赎罪 因为是人犯的罪 所以戴赎罪的也必须是人 第二 必须不是亚当的侯裔 所有人类都是亚当的侯裔 各位也都是亚当的侯裔 大家的主心一直往上追溯 不是朴氏的主心 李氏的主心 结果全部是一个主心 全都是从一个父母所生的弟兄 第二 必须不是亚当的侯裔 因为所有亚当的侯裔 都是罪人 都是带着原罪出生 自己是有原罪的罪人 是无法替别人赎罪的 第三 要有能力 在灵界没有罪就是能力 大家的力量 即使是天下壮士 在我们国家摔跤比赛中 是重量级选手 但是连仇敌魔鬼都驾驭不了 不是那样的力量 要有属灵的力量 属灵的能力 就是要有能支配仇敌魔鬼的能力 没有罪才能得到这样的能力 没有原罪 自犯罪 当然要先除掉自犯罪 原罪虽然是通过父母所传承的 但是尊家神的话语生活 就能够离弃这些原罪 只要连根本的罪都拔除就可以 因为没有了原罪 所以以诺也活着被提 为什么 因为罪的功效乃是死 犯罪才会走死亡之路 但是没有原罪 就能活着被提 就是说他离弃了所有的罪 这灵界没有罪就是能力 只要没有罪 就会健康 只要没有罪 神就会说我所爱的儿女啊 如果是更完全的话呢 神就会说我所喜悦 所爱的儿子啊 女儿啊 如果能从神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语 就凡事都能做 不能成的也能成 能成的 成的会更好 我们男生同学如果进入灵后 做事业 有什么不能成的呢 没有 会从天上得到智慧 心里受到主管 得到智慧 不能成的也能成 能成的 成的会更好 所以经常嘱托圣徒们 要离弃各样的恶事 离弃罪 离弃情欲的事 离弃肉体的意念 因为没有打破肉体的意念 所以从神那里得不到祝福 没有罪就是能力 所以仇敌魔鬼 撒旦不能搅扰 如果有仇敌魔鬼 撒旦搅扰或是毁谤 反而会临到祝福 没有罪才能打破死亡权势 才能将被仇敌魔鬼捆绑的罪人 所救出来 自己有能力才能救出 被敌军俘虏的我军 因此不仅是原罪 连自犯罪都没有 才能成为救主 第四 要成为救主 要有爱 为了拯救罪人 就要代替罪人受刑罚 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 与生命为一体的血而死 付出死亡的罪价 因为罪的公家乃是死 要成为救主 就要付出这死亡的罪价 要代替罪人受如此的刑罚 就要有极大的爱 关于这四个资格条件的 这些内容可以参考 使自家知道的正道 世上有许多伟人 也有许多受人们尊敬的人 但是具备救主之格的人 只有耶稣一位 这四个条件中 一样是具备 就是必须是人 其他的三个条件都不具备 只有必须是人的这个资格是具备了 但是并不是人 就都能有资格的 必须是人 却不能是亚当的后裔 但是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所以实际上我们连一个资格都没有具备 所以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人能代替我们的罪 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也都是有原罪和自犯罪的罪人 所以连自身的罪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只有一位耶稣基督 即使人 却因是受圣灵感应 所以没有原罪 从初生开始就按照神的诫命生活 所以也丝毫没有自犯罪 只要我们没有自犯罪 就会蒙神的厚爱 只要没有自犯罪 加上发出原罪的话 神就会说 我所爱的儿子啊 女儿啊 如果更完全的话 神就会说 我所喜爱 所喜悦的儿子啊 女儿啊 如果能听到这样的话 是多么大的祝福呢 今后要有很多这样的圣徒 在建筑家的圣地之前 要有很多圣徒 能从神听到 我所喜爱的儿子啊 我所爱的女儿啊 这样的话 因此加拿圣殿呢 是祝福之地 是祝福的圣殿 进入加拿圣殿 祝福就会如水浇灌一般临到 神会赐予如水浇灌般的祝福 而且因为有极大的爱 能为了罪人承受 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 流尽水和歇而死 以爱代替遭受死亡的刑罚 但也没有任何罪 所以打破了死亡全世而复活了 因为没有罪 受仇敌魔鬼 撒旦 仇敌魔鬼撒旦的是 不能伤害他的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记载 除它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如此信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领受圣灵的圣徒们 在灵里称为小子们 在小子的信心 即婴孩的信心的阶段的人 虽然领受了圣灵 有得救的信心 但是还不太懂神的话语 所以没有按照真理生活的努力 也没有按照生活 话语生活的力量 虽然说是信神 但是还有很多爱世界的心 所以让断绝的 也不能断绝 让离弃的不能离弃 让断绝那些是有原因的 当不能断绝离弃的时候 就会被爱世界的心所占据 因此神的爱 不能进入我们里面 当断绝世界的时候 神的爱就会进入到我们里面 所以让断绝世俗不是要为难大家 断绝世界的人就会明白 一开始会感到孤独 感到空虚很孤独 断绝世界可以用其他的来补充 用祷告赞美来填充 用读经正道信息来填充就可以 那的话就不会感到空虚 神会从上头赤下恩典去给充满 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喜乐与平安 但说是爱神 却还有很多爱世界的心 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 像是在火热的信仰生活 但一旦遇到事件 就会立刻灰心上气跌倒 即使得到得救成为了神的儿女 也不能继续停留在 吃奶婴孩一样般的信仰上 就像孩子每天都在成长一样 应该迅速以神道为良 迅速成长信心 过了婴孩阶段 就是孩童的信心 主题经文13节后半节 小子们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父 这里所说的小子们 就是孩童们的信心 刚刚出生的婴孩上了户口 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 在火上就是自己的孩子 然后成长到孩童的阶段 孩子们就会认识父 各位的孩子们 认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妈妈呢 看到面孔就能认出是爸爸妈妈 主题经文的顺序是先 说明父老 但是为了正道的便利 按照信心的阶段来说明 儿女出生 过了吃奶的婴孩时期 就成为孩童 断奶学会走路 比起刚出生的婴孩 婴儿呢是有感知 但是还没有能力独自生活 只不过是刚刚学习 关于世上的知识的阶段 虽然会认出父母 但不知道父母的故乡学历兴趣的 也不能领悟到父母的内心深处 在邻里孩童就是出信徒 是信心的第二阶段的程度 刚才说的婴孩呢 婴孩的信心是信心的第一阶段 那么孩童的信心呢 是信心的第二阶段 就像婴儿长大后 能认出爸爸妈妈一样 只要到了孩童的信心 就能认识创造主神 就会明白我们的父是谁 知道耶稣是如何拯救我们的 得救的儿女们应该怎样生活 他们知道呢 要离弃罪活在神的话语中 换句话说呢 是知道信仰的基础 因此虽然想顺从神的话语 但是不能完全遵循 有时候会按真理而顺从 有的时候是不能顺从 但是在传道的时候 在不信主的世人中 偶尔会遇到说认识神的人 说以前去过教会 或者是读过几遍圣经 就是说在知识上认识神 但是没有接待主的人 说认识神 那是在说谎 如果真正地认识神 就会明白神是 创造天地万物的 我们的灵魂的父 要明白神是我们灵里的父 当然呢 也是我们属肉体的父 因为人的根本的种子 精子和卵子是神赐给的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 是生我的父母相爱 已经只和卵子的结合 怀孕生了自己的 但是呢要明白根本 还知道有天国和地狱 知道有审判 也知道神为了拯救 下地狱的灵魂 将自己的独生子 猜浅到地上 知道这样的事实 真正认识神 怎能不接待耶稣基督呢 所以那不是认识 是不知道 不认识 如果真正地认识神呢 就会改新宗教 就会去教会 那么什么是认识 知道呢 例如 这个 例如 苹果 没有吃过苹果的人 告诉他苹果是红色 这就是苹果 那么就知道 那苹果 能区分 但是他根本没有吃过 会怎么样呢 说是柿子 梨 橘子 只是知道 却没有吃过的话 怎么会知道那味道呢 不会知道 什么水果是甜的 什么水果是酸的 如果吃过的话呢 就知道苹果很甜 那么在那些水果中呢 就会选择苹果 是不是呢 如果都尝过的话呢 自己最喜欢吃柿子 那么就会选择柿子 但是不知道 其味道 怎么能够选择呢 就会选择自己喜欢的 喜欢吃的 约翰福音八章十九节后半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若是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那么那些百姓 真的不认识什么 他们是经常呼求 寻找耶和华神 万军之耶和华神的人 是说将来会有君王来 会有救世主来的人 但是他们 但是我们的主说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就是说不认识神 若是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正是话语 认识父神呢 就是认识儿子耶稣基督 大家也同样 约翰一书里记载 果真认识神吗 真的信神吗 真正信神的人 能有多少呢 真正亲史的认识神 信神的人 能有多少呢 如果清史的认识 并相信神的话 就会如同 约翰一书记载的 绝对不能犯罪 更不能犯 自于死的罪 认识耶稣基督 不是在知识上指导 要从心里 接待耶稣为救助 遵征化缘生活 认识 就应该那样去做 不接待主 不尊教神的话语生活的人 就不是认识神 是与神无关的 而且犯罪的人 犯自于死的罪的人 是与神无关的 说认识神 那都是在说谎 说信神 爱神都是说谎 圣经里分明说 是在说谎 为什么呢 神说 因为那里面没有真理 因为没有成就为灵 因此没有生命 没有属灵的信心 只是在头脑知识上知道 因此是与神无关的 所以犯罪 要知道那是与神无关的 神分明在说 是说谎的 说与神相交 是在说谎的 若是神是父 开始真正化与生活 就会感到渐渐地接近于神 所以祷告的时候 一开始是呼求神 逐渐变为父神 或者是父 与神更加亲近 更加爱神的话 那时候 称呼父神 都会觉得很别扭 好像是有些距离 所以只称呼是父 神也喜悦而里面称他为父 根据我们顺从神道的程度 会逐渐与神成为更亲密的父子关系 不过在正式礼拜代祷的时候 不是只称呼父 因为参加礼拜的圣徒中 有初信徒或者是刚来教会的人 他们还没有成为神 他们还没有称神为父的信心 因为代祷是代表全体圣徒祷告 所以祷告的时候说神 或者是父神 做代祷的时候呢 不是像自己祷告的时候那样称神为父 如果代祷的时候说父啊 那么没有信心地出信徒呢 就会觉得很不自在 因为他还没有称神为父 孩童的下一阶段呢 是少年人的信心 主题经文13节后半节记载 少年人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又在14节后半节记载 少年人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 常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因为你们刚强 在这里里非常壮胆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 这得救的神的道呢 常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在世上少年人成长后 以自己获得的知识为基础 开拓自己的人生 到了青年时期就会找工作 上班赚钱 不用父母告诉呢 自己都会主动地去做 血气方刚 充满欲望 有自信能做任何事情 在灵里 少年人根据神言 成就在心的程度 过着有自信的信仰生活 因为有信心 有天国的盼望 所以能离弃罪恶 即使遇到试炼 耶兰大胆的战胜 以神儿女的权柄 能与仇敌魔鬼下单征战 遇到试炼 耶兰大胆的战胜 但信心的阶段中 适当于信心的第三阶段 正确地说 是达到了信心的第三阶段的 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站在信心的盘石之上的人 在孩童的信心的时候 只是在头脑里 只是在头脑里知道真理 却不能完全遵行 但是继续着这样 生活不断地听 学习神的话语 在那话语成就最新 就逐渐得到 能够完全遵行的能力 以神的话语改变心智 越是遵照话语而行 在灵里也会更加刚强转胆 因此说 你们刚强 神得到常存在你们心里 大到笑念人的信心阶段的人 能从心里领悟神的话语 并顺从 不喜欢行恶 会努力积累善 为了离弃洗礼的巨星 而不断地努力 处在少年人的信心阶段的人 不会被世界所迷惑 也不与黑暗为有 正如你们胜了那恶者的话语 即使仇敌魔鬼祥旦迷惑 也能用神言击退 或许遇到试炼 也会不住地祷告 遵照神的话语 洗了感恩并且得胜 我们圣徒们 许多人已经进入了信心的第三阶段 也有很多人站在信心的盘石之上的人 但是不能以此满足而停止努力 或者是有咱们修行的心 要向着更高的阶段而火热前进 即使是刚强 能胜过恶者的少年人的信心 是向大家真正所愿的 不是少年人的信心 当超越这个阶段 才能进入神所愿的 真正的儿女的信心阶段 真正的儿女的信心 就是脱去肉体 脱去非真理的状态 成为属灵的儿女 那才会成为神所愿的 你是我所爱的儿子 才是真正的儿女 信心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神的爱与待遇不同 蒙神的爱和爱神的深度不同 亲爱的圣徒们 少年人在信心的阶段之后 是父老的信心阶段 在主题经文13节记载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过了血气方刚的少年期 就会迎来壮年的时期 与其在自己的意义中斤斤计较 不如积累人生经验 善于辨别情况 能够包容 不是因为我的想法正确而坚持到底 而是需要低头的时候 可以低头 在灵里父老的信心 就是诚实的信心 相关于信心的第四阶段以上 灵与确定的阶段 说父老 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在这里起初 从起初原有的就是神 在前面 孩童的信心 也就是说认识父 但是父老 与孩童们的认识 是意义不同 完全不同 例如党三岁的孩子 说认识自己的爸爸 能认识多少呢 二十岁的哥哥 认识父亲的程度 怎么能跟三十岁的孩子相比呢 如果是二十岁的儿子 就会知道爸爸的性格 也能迎合爸爸的心 去做些事情 孩子们也认识爸爸妈妈 知道那位是我的爸爸妈妈 是养育我爱我的人 但是不会知道 父母度过怎样的生活 也不能深深地领悟到 父母的爱与心 虽然也更感受到 也能感受到父母的爱 也告白爱父母 但是那只不过是孩子的水准 但是长大成人 就会更加清楚地了解父母 知道父母是怎样生活过来的 拥有什么样的心和品德 也能深刻体会到父母的爱 在灵里孩子们认识父 只不过是知道了信仰的基础 在知识上知道创造主神 就是我们的父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相反父老的信心认识父 就是领悟到神的根本 从内心领悟到神的爱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记载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肠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并将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明白那爱的长阔高深 内心充满爱 就会在凡事上 在爱里行 所以不是只称呼神 而是说从起初原有的 因为摩西清楚地明白神的原本 所以从神那里得到关于天地万物 以及无数的灵界奥秘的启示 记录了摩西五经 石头保罗也同样 因为亚伯拉罕明白 常人难以理解的神的心 所以连根本不能顺从的事情都顺从了 虽然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始祖 但是信心呢 真的是很了不起 因此神也认可他的信心 称他为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知道神生傲的是 神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内心深处 因此神试探亚伯拉罕 神知晓亚伯拉罕会顺从神 他没有一句抱怨 造神的话语的顺从 他是拥有了他的信心 那信心是什么呢 以撒是神允许给他的儿子 是允许之子 神却让他将儿子引撒 像是宰杀生畜一样的 把骨和皮分开 现为繁计 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丝毫的疑惑 造此顺从 没有就问 父神为什么以前允许我 现在却让我把儿子 像为繁计呢 但是亚伯拉罕的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是造神的话也顺从 他的信心真的很了不起 那么为什么能够那样顺从呢 因为有信心 相信全知全能的神 相信神 神所说的以撒的后裔会如此如此 他相信神所说的话语 因为相信 所以即使现在相为反应计也无关 即使是陷为了反应计 父神都会让儿子活过来 所以神认可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称他为神的朋友 如此拥有父老的信心的人 能知道神的心 能与神有深深的交通 对于父老的信心 在仔细地查看 在少年人的信心阶段 开始接受属灵的果子 但还不是成熟的状态 所以虽然想按照这里生活而努力 却固执自己的意欲框架 还会与对方有碰撞 但是父老的信心的人 是属灵的果子成熟的状态 不偏向左右 能完全按照真理而行 如同洗门徒脚的耶稣一样 能谦卑服侍他人 能与众人和睦 追求圣洁 并且无论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包容 因为爱神能胜过爱世界 所以能顺从神的旨意 进入全灵的人 能顺从并遵从 遵行那以上的事情 所以能讨神的喜悦 根据神爱 根据爱神 讨神喜悦的程度 能够得到出人 盲夫入圆 盲夫的祝福 在凡事长中顺利讲结论 亲爱的圣徒们 今天大略分享了小姐们 即婴孩与孩童的信心 和少年人与父老的信心 大部分的圣徒们 因为听过信心的大小的正道信息 认为明白了这些内容 但是对于自己的信心的大小 却无法准确分辨 所以听到许多真理之言 并且这位工人在尽忠 所以认为自己的信心阶段 是第三阶段 是磐石阶段 但是实际上 不仅没有完全离弃肉体的事 甚至有形情欲的知识的情况 如果没有特别的契机 写露出隐藏的罪行 就会产生 不可能已经接近零的错觉 虽然还有很多论断 定罪 骄傲 接您自尊心 善变 求自己益处的心 等许多罪行 但是在表面上 把自己包装得非常完美 因自己的异于框架 使他人感到痛苦 没有成就真正的和睦 却自己自认为是正义的 生活在这里中 另外也有人认为 自己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满足于此而停滞不前 要为了离弃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但即便发现了自己里面的恶 都遮阳而过 认为我也在努力 我也在祷告 在努力尽忠 不管怎样 我也得到变化了 随着岁月流逝 会有更多的变化 带着这样的形态 茫然地过西亚生活 那么大家的信心 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希望以今天话语为契机 再次检查各自的信心 从现在的信心大小 迅速跳跃到下一个阶段 希望我们圣徒们 对圣洁的心 比剩下的太阳更加炽热 奉执自民祝愿大家 迅速变化成为迎接将来时代 亲怀世界 共同成就神 墨时旨意的处灵之人 接受患者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放在软弱之处 为了能救心愿 凭信心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最后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研讨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支教会之上殿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去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 和疑惑的势力 并驱走一切事件和患难 求福用圣灵的火 圆满的光焚烧并 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照六腹 每根骨骼全身神经组织细胞 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灵 斥责仇敌魔鬼下旦 以及疾病病均软弱都退去 光岸进入吧 求福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症焚烧尽进 击退绿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咳嗽发烧 全身痠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均不能进入 求福保守 求福时胃癌肺癌乳腺癌 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白血病 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 胃病糖尿病腹科病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福时小儿麻痹 重翻关节炎腰椎尖盘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阴行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参加起来行走跳跃 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 家子要看见龙子要听见 牙巴亚开口说话 是各种事故 后遇症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得以痊愈 火族都退去 各企业也退去 化球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 中毒也得以洁净 以死的神经 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去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朝廷魔鬼小党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 他的差异也都退去吧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假鬼架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神去你儿里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成就 家庭福音化 祝福你儿里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 在阳中德蒙保守 度过 好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过保守神 所有神儿里们的家庭 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明智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心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里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路过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的神 体验的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